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佛法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打官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九一 质问自新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你的心能时时刻刻升起正见 你才有能力在行驻坐卧 动静雨漠 任何时间 空间 二六时钟都如法修行 而基于形象来修法门的人 一定没有办法修二十四小时 曾经有人跟我争论 说他确实二十四小时都念阿弥陀佛 我问他 你歇一下有什么要紧 他说 歇了就断掉了 断掉了又怎么样 如果你是那样的人 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佛 很精进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一天 两天 三天 你去参加佛期 能精进七天 因为有人看着你 那好听叫精进 但是那七天 就仿佛参加阿弥陀佛战斗营 结束后回家 你全身都疼 得补修四天 以简单的辟语来讲 心拥有正见的人 就像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因为他孝顺 所以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都会思念父母 就好像一个很大方 愿意布施的人 无论他走到哪里去 在任何时空 他都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你走到哪里 都是自私的 你不可以认为 你虽然自私 不过你有念佛 你虽然有执着 但是你每天还坚持 打坐四个小时 你虽然有贪嗔痴 但是你是个出家人 你应该勇敢面对自己 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 你走到哪里 就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有正见的人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都拥有正见 这样的人 他的生活就是修行 就叫做正行 他不用生气 他正在修行的概念 比如走路或打坐 才做修行 因为他本来就会活动 这就是一种行为 这样的行 才是最自然的 才符合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如果你真的拥有正见 你就不必向别人解释 你正在用正见修行 你学佛 不要将重点摆在方法之上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内心 是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就做什么样的事 简而言之 观世音菩萨 有怎样的人格特质 他走到哪里 他必然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要学习菩萨的人格特质 做到了 你就是菩萨 就这么简单 例如正言法师 一天到晚 忙于祭贫 救灾 办教育 他没有空做早晚课 有什么要紧呢 此季在送 妙法莲华经 他们救人 就叫做 寿池 妙法莲华经 而你 却只是单纯在念而已 你把这种概念 单纯化 就能知道如何 为真修行 何为假修行 你应该培养正见 你正见不懂 应该赶快先把它弄懂 要测试你是否有正见 很简单 你遇到静 被静转 就代表你不懂 虽然你现在 还没有这个功夫 但是 你起码要能够 很清楚 圆满地讲出 什么叫正见 有些人 虽然都说 却做不到 但有些人 连说 都说不清楚 你听我的课 知道什么叫正见 下课 应该重复读 六祖谈经 自己深入去体会 六祖所讲的正见 一个人 一个人真的有正见 他自然就烦恼陈老 常不能染 文后思维 你能问问自己 内心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会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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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